在第22集动漫中,田中被韩信击杀,演绎成亡灵骄心,坚尼将获照高认可。 韩信作为这场战斗的总指挥,虽然功不可没,但他的隐秘位的身份却暴露在田中面线。 韩信在此前虽然展现出了强大无比的佣兵才能,在战斗中却一直伪装成战武杂的存在。 而这已成为韩信成功击杀田中的伏笔,正因为田中的亲敌,他才能完成今天意见。 前脚出校之后,田中手中的坚硬是耳断,而在韩信受剑的那一刻,田中的胸口的伤彻底爆发,成为前脚镜下的第一忘魂。 除了田中之外,受韩信迫害最深的应该就是王林了,他此刻也正是焦头烂额,不知如何向始皇帝复命。 虽然他的军队也斩获了不少农霞弟子,但是对于拥有十万之重的农霞来说几乎是不痛不痒,而王林自己的军队以及带来的神奴都损失惨重。 这样的战绩是在愧对帝国军之谜,但炎日的出现却让王林看到了一丝希望,罗王的通天手段便是太消退的关键。 按照炎日的说法,这次军队的损失会计算在唯一的头上,无论是当地官员还是农家,罗王都能保证统一扣进。